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有件于春节期间 捐血的人数减少 全台协议库存告急 基隆市工商经营研究社 每年228都会举办捐血活动 遇上好天气 捐血相当踊跃 是因为吕美龄也到场 感谢室友及民众慷慨捐血 捐血车上民众玩起衣袖捐出热血 捐血车外民众依据等待 难得天气好民众踊跃捐血 我觉得捐血是一个 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那因为本身我长期也都有在捐血 所以说今天也来响应捐血 非常的支持 我也希望这个活动能延续下去 捐血救了你命嘛 对 而且现在 而且血方 时常在缺血方嘛 所以我也 我也呼吁说大家 一起来捐血 因为你其实有在 有在替换嘛 对不对 我捐 我差不多十年前开始捐 然后 现在差不多 一年 捐差不多三次 捐血一带 救人一命 金融市工商经营研究社 每年在228当天 都会举办捐血活动 除了社员热情响应 民众路过 也玩起衣袖加入捐血 我今天是经过看到 尊了身体舒服点 也可以帮助人 今天这个活动 在基隆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我们希望说 把这个爱心 做给大家 那个需要的人 早上其实早上天气蛮冷的人 是比较少 但是现在越来 人潮越来越多了 我们希望说 能冲破往年的记录 原本我们只是办 一这样的一个活动 没想到呢 受到所有市民 这么样的欢迎 所以我们每一年呢 就办得越来越起劲 所有的会员呢 通通加入在这个行列里面 来带动大家一起来捐血 基隆IMC啊 他长久以来 就有228捐血的日子 实际上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 不仅是这样 有很多的基隆市民也跟着 刚才我就碰到一个乡亲 他跟我讲说 我去年跟前年都有来 去年我有跟你照相 我说那你明年要来 他说一定来的 因为228捐血日 已经成为了 他每一年固定要来的日子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 我也相信基隆IMC 会持续做这样的活动 然后呢 让大家一起来捐血一带 救了一命 主办单位准备丰富的赠品 送给捐血民众 天气寒冷 全国闹雪荒 社团发起捐血 呼吁更多的人 捐血一带 救人一命 基隆IMC 捐血一带 救人一命 记者 黄绍明 基隆报导 再进来看台铁三坑车站旁的 无障碍设施出路口 因为地面排水不佳 经常积水严重 导致人以足及长者无法通行 基隆市议员郑文庭 邀请公务处等单位现场会刊 针对路面下方排水系统 先进行检视 再进行改善 好的时候 其实因为没地方可以 可以排 所以他靠蒸发 他还是一样 还是积在这里 三坑车站旁的这一处 无障碍坡道 从过年前就积水不退 德厚里里长尝试的改善 却发现水根本排不出去 一些轮椅族啊 或是说妈妈推的娃娃车要过的时候 他觉得说这样子都过不了 而且他不能 那边其实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上去 那所以说他就利用这种无障碍坡道上去 那我们看到这样子 其实对他是很危险的 万一滑倒的时候 其实是蛮危险 那我们尝试着要把它打通 但是打通之后 发现里面都已经是阻塞了 所以才曾经给易做 找来市政府公务处 居公所等单位会刊 却发现靠近台铁围墙这一侧路面 都有积水问题 市议员邓文廷要求市政府 重新检视下方排水功能 解决积水问题 这个地方又比较低窝 那只要下雨呢 就会大量的积水 那等到天晴的时候呢 因为它没有排水口 所以这些水只能靠太阳照射来蒸发 那所以像我们过年到昨天为止 这么长一段时间虽然都是晴天 但是那个还是积水的状态 那今天一下雨 它马上又很快速的累积 许多的这个积水在上面 那对于民众出入山坑车站的 这个安全来说 也是很大的一个疑虑 那轮椅经过的话 整个积水根本不可能有 轮椅会走那一个地方 那轮椅可以走的地方 积水它没办法走 它势必要走到马路上来 那又有这一个坡砍等等 这一些障碍 对于我们这一些身心障碍的同胞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不方便 那因此我们希望公务处 能够尽快的来完成 那也非常感谢公务处承办人员 他们也体谅到这个状况的一个严重性 他们有承诺会尽快来施工 此外德厚里里长也反映 荣安街198-2022向路面出现破损 下坡处容易打滑 希望能够争取路面重新铺设 车子在经过的同时 它会有一些起口起口 这样子造成路面的损坏 那长久以来 因为一直以来 它都没有作为说 长大的维护 那现在这边居住人口 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会担心说 它的安全在山坡地的情况 这是复合使用的 所以我们才澄清给益座说 希望公务处或其他单位 能够帮忙协调一下 在这个路面的养护上面 能够有一个改善 原则的划分是很早以前 就是这样子划分 但是这样子划分下来 会变成荣安街那一段 是由公务处在主管 那如果以这个德厚里来说的话 就只有外面那一条路 是由公务处围管 但是进入向道的部分 因为他们整个里 几乎都在198项跟220项的范围内 那最近在这里又有一些新的社区 新的大楼完成 然后很多住户进驻 所以使用这两条向道的民众增加 那他们出入的安全上 就必须要更加的留意 因为围管单位的不同 所以变成是要由区公所来围管 那大家也都知道区公所的经费有限 那因此我们只能请这个 有人孔盖的这一些厂商 一起来协力把这两段的部分 一起来做一个路面的刨铺 由一项弄地面的围管单位 分属于市岸府公务处和区公所 道路要全面刨铺 有其困难 市议员郑文婷将请管线单位 在施作人孔盖时 协助将道路重铺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针对基隆东岸商场的争议 前基隆市长 现任内政部长林永称 在立法院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 产权部分 不管是依照法规及合约 都不需要在他任内完成转移 另外林永昌还当场加码爆料 一块来关心 对于延烧许久的东岸商场争议 在产权登记部分 前基隆市长 现任内政部长林永昌 在立法院表示 根据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 及契约内容 是在契约届满后 一约做产权转移 由于在他担任市长期间 业者都还在合法经营期限内 因此根本不需要在他任内 进行产权移转登记 他一直在回扯 所谓在我任内 没有去进行产权的一个登记 就是把出产法翻出来 或者是把当初的元契约找出来看 什么时候要进行产权的一个移转呢 是在这个契约届满后 也就是当这个营运的厂商 跟市政府的约届满之后 他必须一约来进行产权的一个转移 那就是包括他的租赁的这个土地建物 或者是包括新建增建的这些建物 不过在我的任内 因为这个厂商他都在合法的经营的期限之内 这个契约并没有借 第二个是他依照我们五年加三年加两年的这样子的契约的设计 他其实后续还有两年的优先议约权 所以实际上在不管是依照出产法还是依照原合约 在我的任内本来就不需要去进行所谓的产权的移转 是现在谢市长他要用一个大家认为不合理 然后程序不正义这样子的一个手段 要跟原契约来解除这个合约 所以才造成说现在有所谓的产权登记的这个问题 我在之前其实也说过 谢市府谢市长在去年的时候 如果早就决定不跟原厂商来续约的话 其实他整整有超过一年以上的这个时间 来进行产权的一个移转 不需要等到他已经公告了 然后也把这个标案标出去给新的厂商 然后还没有这个 还产生这个产权的一个争议 对于2月1号的突袭Net行动 牛昌更加码爆料 呼吁金融市长谢国梁向大众说明 我们听到的消息 虽然2月1号晚上谢市长并没有在线上 不过在1月31号的晚上 谢市长亲自主持了两次的应变会议跟沙盘的会议 那也在这个会议上面去指示警察进行行政的一个会议 我想这个是社会上大家最想知道 谢市长也有决定跟社会还有所有结婚市民来做出 记者张旗潘台北报道 而针对林又昌部长的说法 市府发言人于志明特别出示财政部有关促餐法及施行系者的公文 回应表示东岸商场早在第一次五年合约期满 也就是109年底产权就应该移转给市府 东岸商场争议持续延烧 针对林又昌部长指出 东岸商场的营运资产移转 是发生在营运建满后 对于这个观点 市政府发言于志明特别回应说明 东岸商场促餐案早在第一次五年合约期满 也就是109年底产权就应该移转给市府 首先东岸商场的产权是属于基融市政府所有 并非是NAS所主张是他的 此点毋庸置疑 再者林又昌部长根本是在混淆视听 因为促餐案件就算是优先订约 也是重新订约的概念 而不是续约 所以早在第一次五年合约期满的时候 也就是109年底 产权就应该要移转给基融市政府 林又昌就是应该要完成登记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关心 针对基隆东岸停车场及博爱停车场 重新招商营运 市府宣布将成立改建监督委员会 邀请民间专家学者监督与参与公共建设 并定期公布会议的内容与市民分享 针对基隆两处重要的停车场 东岸停车场跟博爱停车场 重新招商营运 为了让民众能够了解改建进度与过程 市府发言余志明表示 市府将用更佳的模式 让各界来监督 针对于我们基隆市区内部 目前有两座停车场 分别是东岸停车场 还有博爱停车场 在未来的ROT改建的过程当中 我们基隆市府期望 能够以透明而且公开的方式 来邀请专家们一起来参与 我们也将会开放多数的席次 让来自民间各领域的专家 共同组成一个改建监督委员会 首先关于改建监督委员会 它的成员组成的方式 市府将会积极的与各专业工会 来进行联系的动作 我们也会在近期主动联系律师 还有建筑师等同业工会 并请工会能够推派出重要的成员 来担任我们监督委员会的委员 并且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也将会是由民间人士来进行担任 在未来的改建内容 我们也期望能够透过 严格监督的运作程序 来让各领域的专业人才来协助把关 并且由民间参与公共建设的方式 好好的来监督东岸停车场 还有博爱停车场未来的方向 并且我们也会以每三个月一次的进度会议 来向外界来持续公布我们会议的内容 以期望能够创造更优质的停车环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位在中山区复兴路205号前的公车后车停 因为新横宾社区住户入住后 等候国道客运及市公车通勤的民众越来越多 原有的后车停已经不服使用 市议员宋伟丽邀及市府相关单位办理会刊 有好消息哦 你快来关心 这座位在中山区复兴路205号前的公车后车停 因为新横宾社区住户入住后 等候国道客运以及公车通勤的民众变多 原有的后车停已经不服使用 因此基隆市议员宋伟丽接获民众反应后 特地邀及市政府公务处区公所等相关单位人员办理会刊 而新建新横宾社区的润龙建设公司也愿意出钱 顺着人行道加盖延长这座公车后车停 10公尺左右的类雨洋走廊 让等车的民众可以不用日晒雨淋 今天我跟德海底真理长研讨之下 因为看到我们每天上下班的民众都在这边后车 那风吹雨打 那好天气的时候就烈日日晒 那希望说那个论容建设 能够赞助这边来做个雨洋走廊 这样子 就是说因为润龙建设在基隆这个地区 就是有持续的在开发中 那秉持的企业精神 公司是愿意施作这个所谓的遮雨遮阳棚的部分 回馈给附近的邻里 增见这个雨洋走廊的部分 真的非常感谢宋伟丽一作 来帮我们得理争取这个设施 因为每天早上的这个通勤组啊 都要忍受着刮风下雨的 还有阳光曝晒的这个事情 真的是很辛苦 那我们德海底也乐观其成 希望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建设 谢谢 市政府公务处科长表示 就等润龙建设送设计图进公务处审核 大约两个礼拜内就可以审核完成 最慢两个月左右就可以新建延长完工 至于新建后是否由润龙建设 任养这个公车后车亭呢 润龙建设代表指出 必须回报公司研究 另外也有等车的民众 直接向市议员宋伟丽反映 国道客运班次不够 也是导致这里的后车亭 大排长龙的原因 宋伟丽表示将会立刻反映给 立委林佩祥了解 协调客运公司改善这个问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位在暖暖运动公园里面 全市第一座宠物公园预定地 目前已经整好地 也已经搭好两个大型围栏 一边规划为大型犬肢运动区 另外一边则规划为小型犬的运动区 现场也放置 可以让狗狗钻进钻出 攀爬的器材 等待最后安装 而积极催生第一座宠物公园的 基隆市议员林敏勋 邀集市政府产发处科长 以及体育厂厂长 一起冒着湿冷的天气 特地到现场巡视紧盯进度 产发处方面也给出答案 三月可以完工 五月可以正式启用 经过我们的努力之下 那现在的整地都已经做完成了 那安装 现在看得出来 我们都已经在安装周边的围栗 还有一些周边的动物的邮据 那预计在三月底的部分 就会来做一个完工 那我们市府还有一个验收的程序 那我们预计会在五月 来做一个正式的启用 我们基隆市首座的丑屋公园 即将要来做一个完工 那已经从2022年的8月开始提案到整个申请 然后包含之前的那个程序 有点稍微往后延了 那但是好事多磨 那我们准备在这个 侠发处这边 预计是三月底 整个工程会做一个完工 那最后办理验收 完毕之后呢 大概会在五月 来做一个正式的启用 那后续我们也会再持续 让这个丑屋公园 在我们本市的各个区 希望都可以开发结果 都各有一座的这个丑屋公园 但是我们目前那里去的这个首座呢 那我们会希望说它是一个 整个都完备之后 是一个很好 适合这个毛爸毛妈们 适合毛小孩来这边放电的一个空间 那包含结合我们整个运动公园 目前已经是一个全灵化的友善公园 那这可以让全家大小 带着你的毛小孩们 然后长辈然后妇孺 然后这个小朋友们 这个全部全家人一起来 这个从运动公园来做一个游戏 那这个周边的停车空间 我们也会持续来努力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在五月正式 来做一个启用 然后让那个毛小孩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放电的空间 体育场这边大概会全力来协助 我们这边的重工园的设置 那现在从大门进来到这边 还有段距离 那未来我们会再做个标语 或提醒那个进来这边的 那个毛爸妈妈 能够在这边做个气狗神的动作 避免跟我们这边运动的人员 找到一个界面上的一个冲突 惨发处方面也强调 两个狗狗的运动区 目前看起来是烂泥巴 过一阵子就会依照进度 铺上天然的草皮 提供给狗狗最舒适安全的运动区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112年度基隆市优良公寓大厦获奖名单出炉 由市府秘书长方定安亲自颁奖表扬 共有12个社区获奖 画面现场是112年度基隆优良公寓大厦颁奖典礼 在经过两阶段评选后 各组社区冠军出炉 分别由城上城社区 汉林小城耶鲁区社区 及第一特奖社区 夺下大型中小型与长青组公寓大厦冠军 由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亲自颁奖 获奖社区也在现场分享经营管理社区的心得 管理上是比较花心思一点 那我们也在我们规约 大家知道社区是以规约 就是它的法律 还有我们的管理条例上面 做了很多应该要去提醒大家的事情 那我们有一些是用 一化的投票 或者是住户有意见 就经过这个一化可以来通知我们 或者有人都一调了什么 我们都可以通知大家 所以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有1869户 你不这样做 很难去照顾到 那我想管理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都很尽力 那我们也有一个很优秀的总干事 我们总干事就在那边 那这样双重的 我们在区全会上 我们也都用一化的计算 人数够不够 到了没有 但是我们的投票就没有使用 因为我们怕有争议 我们还是用纸张画的投票 其他我们都尽量一化了 那我曾经到参观过国外有一栋社会住宅的建筑物 我刚开始想说哇这栋建筑物一定是看照片非常的幸运 我说我要去参观这里 就去看一问之下 是30年的房子 所以一个优良的一个社区管理 是可以让我们整个建筑物可以永续的 那我在这边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市政府针对于我们有立案的公寓大厦的一些管理委员会 有成立的这个社区 我们都有提供整建维护 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补助的一些项目 这在我们都发处里面都有这些补助 所以大家如果针对这个部分有任何的一个需要的话 都可以向我们都发处来询问 我们都希望能够把整个的社区管理的好的话 其实我们就免掉很多像要把怎么样把房子 一定要走重建的路线 整建维护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在都市再生都市更新的一环 我们希望未来我们的社区能够透过一些整建维护 也能够让我们社区变好 除了大型中小型与长青组公寓大厦评选 还有社区主题特色奖 这次112年度公寓大厦评选 共有12个社区获奖 市府秘书长方定安说 期许借由获奖社区的经验 让全市的公寓大厦彼此观摩学习 市府将与各社区攜手 一起来打造优质的居住环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全国第181座玉山图书馆在郑冰国小启用了 除了图书馆内部改善外 后续也将臆注维护经费 并每年提供学校图书馆试听设备及书籍经费 让校方相当感谢 郑冰国小仙女舞蹈团 代表金融出赛的郑冰国小直敌队 孩子们以精彩的演出欢庆全国第181座玉山图书馆 在郑冰国小启用了 以孩子的需求出发 所设计的缤纷图书馆很受孩子的喜爱 我很想要常常过来 我很喜欢这边的书 这边书得很新 虽然我们已经快要毕业了 没办法用多久 羡慕学弟学妹们有这么好的图书馆 还可以用 玉山图书馆呢 对我小朋友来说 就真的是一个圆梦 现在有好多玩偶看起来真可爱 书就要变耳了 更容易男都书 哇 有86处的电视 看起来女都书 这一本都书 哇 女都书 你会不会跟女都书 小朋友呢 他们在问卷 我们有做问卷 里面包含很多的需求 在这个图书馆都达成了 好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 正面国桥小朋友以后会非常喜爱这个环境 而且在这个环境中呢 享受阅读的乐趣 玉山银行总经理林隆震 鼓励孩子们多阅读 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孩童们喜欢这个空间 也藉由这个空间能够提升他们这些阅读的这些习惯 从小就做好阅读 非常谢谢这个玉山银行 未来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跟玉山银行来合作 来做更多的一些空间的一些改善 基隆市113年学校图书馆陆续更新及转型已经超过70% 希望学校师生都能够善用新型图书馆来学习与探索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节电不停歇 节电从我改变 星期一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衣物日晒自栏杆 星期四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飞杀手帮我处理啊 show case 首先我发现你的冷气 开得太冷了 刚才的绿网标固定清醒 电视阴晶 洗衣机等等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且还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你会省下不少电飞 老这电炮换了LED 省电省钱又一亮 哎哟真厉害啊